做环保还有做好事情呢 应该都是不分宗教 不分你我 马来西亚有一所学校 韩国基督教会开的学习中心 庆祝开斋节 就有基督教还有佛教徒一起欢庆 穿上传统服装 搭配过年歌曲 马来西亚沙巴亚币的甘榜农拔课 学习中心 庆祝开斋节 师生用心准备节目 邀请司机志工 一同欢庆 而志工也为孩子带来糕点 这一年不一样 我们每一年都给予了一遍 没有每一年都给予了一遍 但是这一年都给予了一遍 所以我们跟他们一起吃 这个很特别的庆祝 因为学生跟家长是教徒 我们实际是佛教徒 那个老师跟他们的导演 是那些韩国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很好的机会 三个大宗教一起来庆祝 不分宗教 国籍超过120人参与 职工为师生们准备礼物 增添加洁气氛 由韩国基督教会创办的 努拔克学习中心 为当地无法到正规学校的孩子 提供上学的机会 慈祭之工每个星期 都会请来为孩子送上牛奶 及面包 并带动人文教育 大家新闻 这是美职工张玉磊 杨秀妹 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